章鱼小丸子的做法 章鱼小丸子,又名章鱼烧 是源自日本大阪地区的著名小吃 如今,在我国许多城市的街头巷尾也出现料一些推着 小车的商贩员街贩售 小车前总是围满料大的,小的以及半大不小的 孩子们,虽说是现烧现卖 可看着那些面糊,那些看不出是什么的材料 以及黑乎乎的酱料 心里总是不踏实 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本质上类似于咱们北方的胡他子饼 面糊里加入材料,煎熟 但就这么一枚小小的丸子 也体现料日本饮食的特点 比如食材多样,什么都来点儿 再比如使用海鲜,还有就是造 形漂亮,不像咱们直接摊章饼就算料 在家学做,找个配方 注意以下几点就能做出很地道的味道 其一,面糊,正宗章鱼烧的面糊除面粉外应该加山药粉或山 药泥,就是市面上出售的成品章鱼烧粉的配料中 也有山药粉,这应该是章鱼烧的一大特点 其二,辅料中的海鲜,正宗的当然应该是新鲜章鱼 如果买不到,可以用鱿鱼,八袋,八烧等袋吸盘须子的章鱼 的赎伯兄弟们代替,吃药新鲜,口味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鱿鱼版口感最好 其三,就是造型料,要煎成外酥里嫩的丸子 需要专门的章鱼烧模具,市面上并没见有卖,网上一搜一大片 实在喜欢吃,拜一个得料,不然就直接煎成饼吧 最后,调味料,章鱼烧本身没什么味道,全靠最后撒上的调味料提味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赵烧酱,可以去超市买,也可以自己做做法在这里 其他的都能买到,总比小吃摊上的要好 双饮号,低筋面粉100公克,山药50公克,泡打粉四分之一小勺 鸡蛋一个,清水270毫升,鱿力二大勺 捡青菜立一大勺,洋葱立一小勺,食用油少许 日式照烧酱适量,沙拉酱适量,牧鱼花适量,海苔碎适量 一山药洗净去皮磨成泥,没有这个小工具可以用擦丝器 二滴筋面粉过筛后,与山药泥,鸡蛋一起放进碗中 三加入清水和泡打粉,搅拌均匀,并过筛一遍 四将面糊倒入油嘴的容器中方便往模具中倒 放在一边静置,这时可以去准备别的材料 五章鱼鱿鱿鱼洗净,我用鱿鱼,要撕去外皮 入沸水中汆烫十秒,捞出过凉 六章鱼鱿鱿鱼切成粒 七捡青菜切粒,八洋葱切粒 九在章鱼烧膜中均匀扫上一层花生油 十大火烧热膜子,转小火 将面糊倒入模具中,约八九分满 十一在每个丸子中依次撒章鱼鱿鱿鱼粒,羊,葱粒,卷青菜粒 并用竹签将撒在外面的材料拨进丸子里 十二小火煎一会儿,用竹签轻轻拨丸子的边缘 检查感觉底部凝结变硬后 用竹签挑着丸子翻个半身 让上面的面糊流下去 十三再翻个全身 原来的底部朝上,丸子成型料 十四继续煎,中间可以多次挑动丸子 使丸子受热均匀,至丸子上下金黄即可 十五挑出丸子装盘,先撒罩烧汁 十六再撒沙拉酱 十七接着是海苔碎 十八最后是木鱼花,轻盈飘逸的木鱼花 在丸子的热气作用下 翩翩起舞,小翘门衣 小丸子好不好吃 面糊的水粉配比很重要 既不能太浓稠,也不能太稀薄 太浓稠丸子会硬 太稀薄不容易挑圆 我的这个配方经过料精准称量 但面粉的吃水性有差异 山药的不同品种 在不同季节含水量也不一样 所以还应该根据情况进行微调 二,我用料铁棍山药 五十公克是去皮后的分量 磨成泥后应该还有折损 忽略不计 面糊过筛主要是为要碾碎结团的面粉 所以滤出来的山药碎要倒回去 三,无论使用章鱼 鱿鱼还是其他品种的海鲜 酸水时间要短,断生即可 酸老料就不好吃料 四,配料中使用料少取泡打粉 应该是必须的 我试过不加 也试过打发一下蛋白 效果都不好 用无铝泡打粉放心一点儿 五,最后 加配料的时候别太贪心 配料加得太多会很难看 也影响口感 备注 过程途中那一盘没来的急拍照流念 被我家小朋友从镜头底下抢走料 中文字幕后面 小朋友 2小朋友 2小朋友